首先先關心來自中部鄉的消息 這是中部九郎村的藤僚快樂學堂 提供到社區的專家運動和快樂學習 同刻意的是所有開銷都是特貴版小旅行 和路外鄉親來觀看組長 讓參與的專家都在其中 民進黨和館長初選的參選林莊明達 中島正恩關心專家 基礎快樂學堂上都有意義 將進出關乎的經費補助 讓專家蓄積機會 中部鄉典僚社區香港秀的 高層出名的酒人臨場 是跟其館酒屬被開發的處女地 當地在今年四月分成的快樂學堂 提供中部一個運動共和客的地方 當地經營農場的原廠主標時 酒人參與有酒人社區 政府黨員沒有再度補助燈僚 因此快樂學堂的開銷 都是社區臨時組合的中促 它基礎小律師的營業和路亂鄉親的關照 維持學動的基本開銷 我們有這樣的社團 每個星期五 中島都在一起吃飯 這就是很多年輕人 都高齡 就中正大學的學生來這裡 彈功課 做一些活動 這種非常好 讓他們這個機會 還有一家做會 聚餐 還有淡天掃地 我看他們的笑味 美精神都非常好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鼓勵 就是每一個社區 老人師堂要徹底的做得好 讓這些社團人 都有一個 每一禮拜 享受做會一遍 都可以 來研究 來學習 還有一些 很多年輕人做的 他們精神 包括 精神好 還有很開心 我們一定要來鼓勵 經紀錄解 當地區民兵是要收賓人 只有百貨賓人休息 因此有學動利用 為了百貨上課和中島吃飯 不但參與學員有40多的人 年紀統都已經有90歲 張明達到頓關心也發生紅包 竟含頂架動路意志遊戲 當中有給人歡迎 這幾點沒有廚房 竟然可以在家裡的家煮飯 張明達答應 會向館父親處經費改善 張明達表示 該官大行的建設人在海庫 尚乎悠涵 如果他有機會 丹念自己館長 就能整理照顧所有館民 謝謝孔雅宏 東部兄 蔡鳳寶德